潜艇在水下连续航行几十天 它要怎么解决氧气的问题呢 首先潜艇可分为常规动力装置驱动和核动力装置驱动 现代的常规动力潜艇主要由柴油机虚电池驱动 但是柴油机既要给虚电池充电 又要通过电解水滞养 以潜艇携带的那点柴油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就要给自己携带滞养剂 也就是说通过化学滞养手段 比如再生药板滞养或是氧烛滞养 潜者实质上是一种氧化物 需要和二氧化碳反应在产生氧气 再生药板的体积小便于储存 不仅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氧气 还可以吸收挺原呼吸时产生的二氧化碳 只是在反应时需要有专门的反应器 相对来说使用方便 是二战坚持后常规潜艇极其普遍的制氧手段 后者指的是氧足 它在燃烧时产生氧气通过气体净化装置后 可以直接供挺原使用 虽然氧足产生的氧气量大 但是它在燃烧的时候无法控制反应速度 容易造成仓死氧气浓部局不过大 而且氧足在燃烧的时候 还会产生一些有害的气体 造成仓死的环境二氏污染 因此氧足也作为应急的备份手段 那么问题来了 二战时期的常规潜艇没有化学滞养手段 要怎么解决氧气的问题呢 首先二战时期的潜艇技术已经有了进步 但仍然没有解决供氧方面的问题 所以大多采用了通气管补充方式 也就是说在需要补充氧气时 潜艇会上升至通气管的高度 通过冗余的电力对氧气压缩机进行充气 这样基本够挺原呼吸一整天的 这也就是为何二战时期的U型潜艇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水面上航行 当观测到敌人后才会下潜 因为空气是潜艇在水下行驶时最宝贵的资源 下潜时是不能使用柴油机的 只能依靠电动机提供有限的动力 但是我以上说的无论是物理手段 还是化学手段滞养 都没有核动力电解水供氧方式来的简单粗暴 我们知道电解可以将海水分解为氧气和氢气 氧气通过船内的通风系统传输至各个仓势 而氢气则是储存待机排放 而核潜艇可以直接通过核反应堆产生高热量 加热高压水再通过蒸汽带动发电机的方式 给潜艇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 所以拥有核动力推进系统的潜艇 只需要填充一次核燃料就可以运行10年以上 可是操作潜艇的毕竟是人不是机器 这是肯定受不了的 那么核潜艇最长可以待多长时间不上浮呢 这里也欢迎您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